瑞莎一席淡紫色長洋裝 蹲坐場地旁 配合小朋友身高仔細指點 這群小小舞者們展現柔軟身段 滾翻拋接環樣樣來 動作流暢優雅 這是瑞莎以個人創辦協會名義 一口氣邀請九國好手們 一同切磋美跡 而且有聽說很多 國外的小朋友們 完全是第一次出國 然後他們第一次出國就是來台灣 覺得非常的感動 瑞莎這幾年積極投入 培育體操選手 最近一次跟帶領小選手們 分別參與西班牙 以及土耳其的國際賽 拿下十九金的好成績 也希望與國際好手們切磋 能再有夾擊 日下先生曾傳出不滿 全國韻律體操錦標賽 裁判給分不公 率隊提前離席 他也強調這次比賽絕對公平 另外這次比賽也有不少先前出國 摘金的選手 像是十歲的李心飛 就提到瑞莎教導相當仔細 就是轉的時候被要直直的 然後不能晃來晃去 所以他表示希望所有小選手們 能在面對強勁對手比賽下激發潛能 接下來也會率隊八月再到馬來西亞比賽 要讓這群臺灣小將以最佳狀態 再次拿下亮眼成績 三線新聞高官宣下方民 台北採訪報導